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假期 就像早一遍 故意的心有多残忍 生命是常常的告别心 且好人埋葬的头 想不进来是怎么开始的 天明时就要分别 如果你爱上了富裕 Making love on the big blue sky 有人可以要提起 偶然的相识不容易 但心里有你的鬼 我有我的任性 阿林靠尔的颜色 如少的人都沉默不语 原来最苦的并不是爱的 而是要抛弃那些有你的回忆 这些人都沉默不语 我心里有鸡的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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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刚开始就是 我当时我有一个乐团 然后我们要办自己的演唱会 我就想说嘉宾 我想要找一个自己的偶像 所以我就写了讯息给神哥 但后来发现 上面写信也写一封信 没有没有 我原本先写讯息给你 结果我发现呢 你没有在用脸书 已读不回 对被已读不回这样 然后后来就透过一些朋友认识 但是才知道说 神哥就是要看手写的 手写信啊 陶同学说 怎么会有一封信 而且我还是用马歌迪写字 那简直就是那个 不怎么成熟的歌迷的状态 拿开一看 原来是个骗子 说 有一天会在Legacy 办一个演唱会 希望能邀请我当队的来宾 好啊 那刚好我们吃比他 还在前面 还有一个Legacy 对找一个礼拜 刚好 对那我就说 要不 你先来让我瞧瞧 哦 所以音乐上的缘分 是这样子虔诚的 是 但是后来我发现 他可能是 那个 本来要写给李宗盛 写错人的是不是 记错意思是不是 没有 或者是找不到罗大又好 我要澄清一下 为什么今天会唱 你怎么又想到 他写给五百呢 哈哈 你会不要卖你啊 那边的朋友都跟我说 诶帝啊你很适合唱台语歌 嗯 就从这首歌开始 所以我才想说 想要找偶像当我的嘉宾 才牵起这个缘分 所以你也发了一个 最新创作台语 台语专辑 最近也发了一张 成功的人 成功的人 收入最后一首歌就是 《春千青春花》 哦哦哦哦 有这个事情 有这个事情 漂亮啦 第五三万较少了 有点意外 就是说 一关久了之后 反而不得不产生一些作品 对 有点比较尴尬的是 难免还要写情歌 就 还必须要巴咕巴咕 或者去盗取别人的情感 不然就有点卡卡 起不出来的啊 对 然后他写出来的时候 还被我老板笑 连我的老板 连古时段海先生 都跑来笑我说 哎呦好恶心哦 什么叫做写给二十年前的资金 帮你卖钱你还亏我 不可以这样啦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困境就是 在表述情感 尤其是爱情 我们大叔一定要发出老人错吗 对吧 没啦没啦没理啦 但是因为很可爱香香的啊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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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